除了警察涉嫌貪污 酒店的風花雪月 也很容易讓人迷失自己 27年前 一個趴車小弟 變成黑道大哥 台北市新一芬局 甚至打光2000發子彈 就為了逮捕這名惡徒 陳新發 因為他不只犯下 54起綁架案 跟台槍殺兩名刑警 人老全國警察 當時事情大副大隊長 侯友宜爆發激烈槍戰 這也是台灣治安史上 第一起獵龍專案 原來最早陳新發 還不是個通緝要犯 只是個剛到台北 打拼的年輕人 在夜生活最豐富的 林森北路酒店工作 認識了也是宜蘭人的李復興 當年的刑警 大部分都會出入一些 比較複雜的場地 為什麼 可以聽到一些信息 甚至了解一些民情 李復興就會把他當成是 這個銅像 來這位謀生的這個小朋友 對他特別的好 只是在酒店工作 讓陳新發看見繁華社會 最黑暗的一面 然後慢慢這些 這些黑道的老大把槍給他 然後他就帶著小弟 然後去討債 他這個地方也熟了 就知道哪些地方 老大的氣氧間 就是什麼 這時節黑道老大的 平常 這個 你如果打烏烏烏 因為他打也很快 他一樣窗上 我疑人阿龍 砰砰砰 你先就起來 他越兇狠 用兇狠的方式 可以拿他盾過的錢 所以他的價值觀是這個 改變的 搶黑道甚至殺警察 陳新發越來越殘忍 專案小肚找來李復興 以為可以藉著過去的同鄉情誼 卻陳新發投案 卻沒想到陳新發 卻沒想到陳新發出心 就是狠狠的原因 有一些黑道幫派 他們就是去傳話 就是告訴陳新發專案 你不知道 李復興是出賣你的 他並不是對你好的 他就是要抓你的 後來才造成那個 陳新發的那種猜疑性格 他才認為說 原來是李復興對他好 都是假的 警方專案小組 是在昨天深夜獲得線索 追蹤陳新發擋雨的行蹤之後 在今天下午4點鐘左右 發現了他們藏匿 在八的路二段 隨一棟大樓內 進去裡面第二樓 但是媒體在拍攝的時候 有拍攝到李復興在現場的畫面 所以才讓陳新發認為說 原來他的這些黑道的大哥 就是跟他講的是真的 原來李復興是要來抓他的 郭復興在那小時候照顧 現在過頭要進來 要抓我 不然大家來試試看 攻堅行動之後 陳新發放話 要殺這個曾幫助過他的 李大哥 李復興 81年4月10號 李復興跟另外兩名同事 到台北市河江街 要和憲民碰頭 打電話聯絡的過程中 被正好在附近的陳新發看見 他知道他突然看到什麼 然後就把筷子丟下來 然後把槍拔起來 拔了兩支槍 從後面拔了兩支槍 所以他從後面 他從兩門到只有兩把槍 從後面 趁後 李復興走在下面的時候 就出去就開了一槍 然後已經跑了 他又比了兩槍 大批的警員馬上封鎖現場 整個地面都是李復興的血跡 慘不忍睹 李復興送到醫院的時候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雖然經過長庚醫院 極力的救治 還是在晚間7點50分 宣告死亡 家屬沉痛的哭喊 換不回李復興的生命 再加上先前的胡蓉玉 已經連續兩名刑警犧牲 陳新發無疑是跟全國警察選戰 就在李復興遇害12個小時之後 警方循著他過去的線索 找到了陳新發的藏身處 一直物資銅槍 就拿去是要一直掃 那在那邊我們工業家組就 那個震撼彈 槍一直開 那時候整個房子 已經是蛋糕沒的 本來我們是希望他能夠氣洩 然後今天要就勸服他 不要再共分手之兜 所以大家說他不凶命 就是在今天要盡表界的 警方在對面公寓 成立營食指揮中心 但也要一箱一箱 總結不動到前線 當時的轄區信義分局 全部子彈幾乎打光 一個多小時的槍斬之後 屋內突然傳出 然後就開始有煙霧瀰漫 然後感覺到有火 怎麼又出現火事 那時候狀況裡面都不明 因為你們還有槍聲 槍聲一直在響 你們已經燒起來了 又有火警 又怕說他會開槍出來 所以邊打 邊滅火 邊開槍 邊滅火 邊開槍這樣子 才慢慢滅進去 就在進入陳新發所在的房間之後 警方才發現 陳新發和他的兩名黨羽 已經成了三具礁石 後來我們再進去 再看驗的時候 他那個瓦斯鋼鐵是爆炸的 所以可能應該是 他們是引爆了 開了瓦斯 然後引爆瓦斯自殺 槍戰後的現場 三具礁石面目全非 其中一具死到零頭 還緊握雙槍的就是陳新發 兩千多發子彈 槍斃彈痕累累 而法易安日松親自到場驗屍 確定陳新發已經在槍戰中复發 當時擔任台北市行大 副大隊長的侯友宜 馬上趕到李復興的臨堂 希望把這個好消息 安慰他的在天之力 他去沒多久之後 然後就看到有兩個人 就從他的後面這樣 就這樣就追上來 一開始用這個三字形 然後我就罵他 後來之後就動手 動手就吹了他幾下這樣 起初好友宜以為 應該是同袍李復興的家屬 責怪他沒有好好照顧部下 才會出拳 他沒想到居然這個動手 跟李家是沒關係的 他其實是阿龍的手下的家屬 他們可能就是當時就認為 警方在整個攻堅過程中 並沒有給阿龍他們這個 還有巴拉下屬的一條活路 所以他們有氣憤的耐耐 然後就這種方式來報復這樣 當然在林堂也發生了一小段的騷擾 殺死警察還趕到林堂砸場 這實在很囂張 而陳辛巴的原聲充滿殺戮 後來還被拍成電影殺生狀元 而最終頭號列了目標 和電影一起劃下句點